佛子天地游记第一册 下篇 地府听审 15.阎王殿听审拥有名利权是暗地打压高僧大德及宗教人士的洋人魂体 问2018年11月21日 弟子被金光带入地府 鬼差领了几个男罪领下来阎王殿 阎王看到这几个罪领不像平常审案的样态 变得严肃怒目 阎王告诉弟子 这几个罪领不属于马XXX 在是拥有极大财富及名利权势 在阳间对他们所在国家有一定的影响力 可是所作所为已经天地不容 暗地里对修习佛道的高僧大德 宗教人士进行打压 表面为国家人民利益 实则只是利用权势名利自立自己 以为天部之地府之 早已恶果累累 因为有些事情牵扯到本国 所以天上下圣旨 让马XXX地府代为成绩 地府是分地域管理 除非街道天上的公文卷轴 地府官员不能私自处理 不属于他们国家的罪名 所以阎王才说 我们在是洋人对地的事情 根本都不能懂得一个究竟圆满 更何况是天呢 不懂的事情不能随便说 阎王怒吓 你们属于XX国以及XX国人民 这个事情是地府机密 所以弟子不能细写出来公告 于是前世修得极大福报 才有今天的名利地位 你们表面信佛 拥有宗教信仰 实际上利用宗教 为你们的外在做掩饰 以为天地不知 暗地里却坐尽 伤天害理之事 天地极为不容 你们本有使命 到人间为民请命 却迷失在人间的荣华富贵 名利权势中不能自拔 现在天庭降至 把你们天上元魂 打落地府入油锅地狱 散尽你们的果位福报 你们在天上的灵体 不复存在 以后在人间 无法接天灵气 自身运程 会转向重重恶气 所害死之冤魂 也会回阳世 向你们一一讨债 以后在人间 恶运不断 恶梦不断 精神紧甭忧虑 这也是你们自己 所作之恶 本王也是依法成见 回阳世 还不好好忏悔 在做恶世 本王会书写公文 交由你们所属国家地主记录 将来死后灵体 由各自国家的弟子 审判入无间地狱 奋驰地狱 火烧地狱 拔舌地狱 铁山地狱成绩 这些地狱 都是大地狱 使全世界的罪灵 混合在一起成绩 阎王说完 让鬼差压下去直访 弟子观看荧幕 看到他们的灵体 天上的元魂 在油锅翻滚 灵体消散 阎王过后再给弟子 看他们在世的样子 原本额头光洁 上面有一层层的光亮气场照着脑门 灵体一下油锅 炸到魂飞破丧后 这些灵气就从他们脑门散去 接着他们所做的雷雷恶业 浮现黑气照在脑门顶上 看到这里 弟子终于明白 为什么倒霉的人额头 是没有光彩的 阎王告诉弟子 世间之人 愚昧如知 修了佛道 还要知法犯法 真的以为天地无知 自古以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修习佛道之人 不管是有无来历 都要好好奉守佛法戒律 你以为因果报名 是给普通百姓吗 所有众生 在本王面前一律平等看待 本王都是暗律一一成见 说完 弟子被送回阳市 答 一个有运气的人 额头有光 额头就是天庭 天庭要饱满 做官的 有钱人的额头都很亮 就是他讲的好的气场 额头变灰 这个人就要倒霉了 生病的人 额头都没光的 不是擦油擦亮的 是自己泛出来的亮光 负20118 负12 负4 来信一货 270 真的吗 师父 惟 为